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宇 我的频道从去年8月创立至今 已经快要满一年了 创立开始是为了直播 YouTube跟Twitch同时的 那之前并没有在做影片 都只有直播完之后的影片存档 到近几个月开始有剪辑一些影片 现在今年4月初的时候 我的频道终于满千人啦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就办了这个Q&A的活动 也很感谢大家很热烈的填写表格 那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大家最常问的问题 我是做什么类型的工作 是不是全职在做直播 我现在目前是兼职在做直播 还有经营我的YouTube频道 我的本业是培训相关 晚上另外直播不累吗? 其实很累 直播完然后洗漱啊收拾一下 其实每天也到晚上一两点才睡 隔天七点就要起来 其实长期下来真的是蛮累的 为什么会玩世纪帝国2这款游戏? 其实我在国小的时候 是我到我舅舅的工厂 舅舅为了打发我这个小屁孩 他就开了电脑让我种田 所以吃鸡帝国是我第一款接触到的游戏 一直到我到上海工作的时候 然后当时的朋友们直接帮我装了 我们几个朋友 大概七八个 每周放假的时候 大家都会买吃的喝的 到家里面一起煮火锅 看电影 然后就打世纪帝国AI 我们就这样打了两三年 这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世纪帝国玩多久了? 从那时候玩到现在大概是五年多 什么样的契机让我开始做直播? 我是一个超级彩的女生 我在还没有做直播前 我每天都会刺激帝国 家人就建议我 哪真你既然都在玩游戏了 就顺便做直播 这样 后来有经过生死 目前的工作是我热情的所在吗? 我思考了之后 觉得因为我真的喜欢玩游戏 那就在这一块尝试看看跟者做 说不定有一天他会变成我的主业 玩世纪的功力是有人带还是自己练的呢? 有看什么教学影片吗? 我就是跟朋友乱玩AI玩了非常多年 一直到第一版出了之后 发现极限电脑怎么样都打不赢 才开始上youtube 就搜寻到了chip大大的频道 接着进到了discord的群主 那时候认识K姐 就找我一起拜了一位师傅 弦乐大大 我的基础工程是弦乐大大的 那也很感谢一路以来跟我一起玩的队友们 他们其实都很不吝啬的指导我 很多游玩的技巧怎么升级啊 还有帮忙修正我一些缺点 有打算参加比赛吗? 也是有无需参加一些小型的比赛 但是那些都是纯属娱乐性质 因为毕竟我的技术其实没有到很厉害 主要还是以开心玩的为主 有机会转播世纪高手的奖金赛吗? 我之前有尝试传播一些比较小型趣味型的比赛 但是我发现我自己本身功力以及对文明之间的差异了解 还不是很深 还有包含我的大直观都还有所不足 我有机会我会尝试这一块的 我现在努力学习 在台湾跟国外最喜欢的食物分别是什么? 不论到哪我最喜欢的食物都是薯条 如果说单指我呆了很多年的上海的话 在上海我最喜欢的是上海的生煎包 好好吃喔 为什么会出国一段时间才回来台湾? 回来台湾的契机其实最主要就是 考量到身体健康 然后其实离开台湾这么多年 也是很想家人 所以就决定回来 小宇喜欢霸道总裁还是小奶狗? 我比较喜欢霸道总裁 成熟类型的 觉得另一半最重要是需要什么样的特质? 我觉得是诚实、成熟、稳重、上进心 比赛我是最重要的 玩游戏会玩到牙起来吗? 不会 我很少很少会玩到不开心 顶多我会觉得说我自己怎么没有操作好啊什么 但是真的说要到生气好像不成 最喜欢世纪帝国二的文明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无猎癫跟法兰克 给新人的建议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你的乐趣在哪里 你不需要一定要把自己的夺腔 而就是说你觉得好玩就好了 那也不需要去跟人家攀比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不想要一直人家想到小雨 就是要扛小雨啊小雨很重啊小雨是脱油瓶啊 这种比较好强 所以我才开始很认真的去练习 但是我很认真的练的那一段时间 有时候就是为了升级差那个什么五秒十秒 然后在紧紧计较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游戏好痛苦哦 所以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你觉得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 那你就往你想要的方向去走就好了 那你如果是真的想要变强的时候 那再来就是从基本攻略 看你是要从马国开始啊还是公国开始 那还分了封闭图跟开放图 从就是基本开始慢慢练习 那如果有什么想要学的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也可以在discord群柱里面私讯我 有什么新人问题我都很乐意回答 以前做过最k的事情 最k的事情太多了耶我 我觉得应该是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出门去上学 就在公车上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觉得今天胸部特别抖 然后才发现我没有穿内衣就出门了 所以应该算最k的吧 世纪帝国单挑团战目标分数是几分 喜欢世纪帝国的原因 因为我喜欢世纪帝国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跟队友一起合作的感觉 所以我其实很少打单挑 那我目前的单挑就是为了参加比赛的时候要求单挑场次而打的 但是我自己其实也有想要尝试看看 那我给自己的目标是1500分 那团战的目标分数的话 我是放在2800分 希望有一天可以达成 这边非常感谢大家对于小语频道的支持 那虽然我在录这支影片的时候 追随人数已经破2000了 那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平常的收看 也以及不吝啬的指导我许多游玩的方式 还有感谢大家播放甜的的Q&A的问卷 给我很多可以参考的方向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